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剑会的强强对决 关键方式,珍宝格对战方式,屈服孔妙 他们好像是CC搞了一个什么剑会邀请赛 这应该是决赛了 决赛的对手是珍宝格跟屈服 打三场,三局两胜 这是第一场比赛 只能用国标 所以双方都是大堂神灵的女儿国标 最主要的是关键方这边有一把大克 女儿村这边也是拿到了一个一组 但是地震也有问题 就地震的话,它是缺了一个伤害位 缺了一个伤害位 所以关键方是神木灵去享受的 当然有大克的话 这些也不是重点 有大克伤害肯定是够的 看上队长方 先把关键方神灵压到在地 拉起神木 wheel 换地厅 给自己的神木拉扯一下空间 国标对决的话 多少还是看一个二十多回合以后 因为那个时候零元高了 这话我也是老生常难了 可能威慑力更足一些 小死亡 变杀最两方大头 看一下伤害一贴保护 三抽带走 也没必要 我感觉观察风没必要打针 女孩突然先空一手 不着急 化身色回国 对面女孩也没有打针 也没有 他应该还有零元 有的 对面也没有打针 也没打算来防延长 刘云继续播 那对战方还是不打针 观察方就延长 延长完了这回以后 对战方下回合还得防电杀呀 因为紧接着会有一个16回合的一个延长 可能观察方哎有点那个思路的哎我就想双眼啊 那你就得再点一个 正好对战方还缺宝宝 效力藏刀给一手 对战方一样 哎呦 对战方这是想直接逆境 但观察方还防了一手 因为观察方女孩突然是封的对面三个 防了一手的话 对战方递听出来 这是曲辅的招牌递听 逆境递听 招牌递听 对面女儿神木和大方 都是被观察方这边封印了 碎月强控化身似 不给你做恢复 哎 不是 那这个样子的话 对战方又可以换你净 是这么个道理吧 对面四个封印起来 小死亡再点女儿村 看一下对战方这回合有没有去解除封印啊 如果没解除封印的话 观战方反而尴尬 看看前排的宝宝 看他前排的宝宝 啊 那对面直接换逆镜就可以了呀 谁换都行 反正这个逆镜关键方破不了 那是你女儿村自己封上的 一个女儿村把对面四个人封印 这个逆镜你是破不掉的 所以关键方这波打出来的优势 也就没了 封印封的太准了 这个封印封的太准了 主要是队长方他自己也不解封呀 这就很离谱啊 女儿偷酒起封来一把金青 人物魂画真是没铁 那这样的话 队长方也算暂时又缓下来了啊 完成了双点杀 但是送了个逆镜 尴尴尬 我舍畢尬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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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控制一手 有活 那现在双方基本上就是又回到同一个起跑线上 也就没啥问题 再换地厅 铁石一 那其实还是取核应该更主动一些 你毕竟是被大克的一方 岁月强控 凝制术 现在观察方是女儿 物理 法械 三把速度都拿着 那这个主动权可就太大了 那观察方大堂这边站的是一个双抗位 双抗15的双抗位 他不是伤害位也不是速度位 但是一个双抗15的双抗位 七把青蛇 化身世得活一靠 不然这一把横扫过来自杀了 流云爵 要补上 好 这个这个也算是比较尴尬的一件事吧 这就有点太尴尬 效力藏刀 小死亡没挂中 观众朋友拿捏 现在双方已经进入20多回合了 但是双方现在都打不开这个局面 如果这个局面打开 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两千 聘庭 放一波特技 没风中 黄泉之息抓一下 对两方野兽黄泉之息 野兽之力 观众朋友刚才那一波聘庭没风中 24回合 对两方好不容易补了一个野兽之力 我感觉对面大刀还蛮难受的 那把狠扫应该是最难受的 不过现在双方这个情况还是一个半斤八两 在压队长方 火炎散 那对面大刀没了呀 那观众朋友也就是打开了这么一个局面 没有打开 并没有打开这个局面 这就是刚才 对面抢这个反系速度的 结果就出来了 有反系速度先精轻 加了口血还烧死亡还减高 那这样对面大刀相当于是保下了一命啊 对两方神木触发行驶 效力藏刀 对面怎么说 是继续轻爆吧 还是说 趁着大刀一把巨剑来一个点杀 武魂 扔给神木 罗汉盖起来 还不太好干 还是继续轻着个孩子 坏哥要秒八 插一丢丢啊 这宝宝还没飞 继续效力 观众方还得找机会 当然同样的啊 对战方也得找机会 哎 机会又来了 小索挂中 对战方小索也挂中 对面得上狙剑了 但是 哎 观众方有物理系的速度 这就是物理系速度的好处 啊 观众方先动手了 我看一下对面大刀有没有用巨剑 啊 用了 27回合 用的一个断穷巨剑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刚才观众方点对面大刀 是因为对面有法系速度 没点死 啊 这回观众方能成功 是因为观众方有物理系速 哎 这就是说了 就回合这游戏啊 尤其是国标队队 在点杀的时候 速度的一个关键性 啊 有速度太关掉了 感觉伤害低一点都 都能行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现在还挺 挺喜欢开虎针的 就是纯药伤害 啊 还挺喜欢开虎针 其实开虎针说白了 就是在国标对决里 也就放弃速度 啊 虎针没有速度位嘛 局面已经打开 观众方女儿手里 没0元 3.0元 这边还有一点0元 这点0元还能延续到32回合 那观众方这边 其实是有机会 嗯 是有机会实现一个双眼 嗯 先得防地厅 先继续延长一下 对面大防 对两方延长点 观众方的神木 这卡了个五龙丹 哎呦 这三点 对面地府是3.0元 啊 3.0元 就这么没了 对面堵的还有点大 他选择了延长点 没想到观众方一个五龙丹吃进去 对面地府 3.0元都没了 不管是对面大唐刚才的那把狠扫 还是这回地府的这把3.0元的延长 亏到姥姥家 我直接当面给你剪掉啊 当面剪 剪掉 最关键的是 这还没点死 啊 最关键还没点死 这这话说的啊 哎呦 曲服 这不好打了 啊 这是真不好打 六回合的小死 巨剑 观战方的巨剑还在 观战方的巨剑还在 他能接着搞设计 对眼打上 看一下关的方 啥时候开始下巴点杀 嗯 来了 这不就机会嘛 青石来了 打针给地鼓 不然关的方地鼓延长 还能防小死 还能防延长 驱散 诅咒之声 诶 关的方 沈墓这个侵蚀的那个状态 好像被驱掉 你看那个身上不冒红光了 那个显示效果被驱掉了 诶 是呢吧 你看 神木啊 一下 两下 直接干化身色 三下 诶 简简单单 那个显示的效果被驱散了 但神木灵 打出的效果还是青石的效果 只是看上去没有那个冒红光了 岁月强控 对面化身色没了 这结束了啊 结束了 怪难方随便点 虽然没有小手 但是 呃 毕竟是化身色倒地了嘛 卡格兰 嗯 嗯 诶 这个事 对战风 神木灵次号 当然 曲腐的神木有次号 嗯 应该经常看PK的也都知道 双青蛇 只不过有的时候 你想不起来 啊 突然比赛 打着正三畅淋漓的时候 啊 谁还能记得住 神木有次号 呃 曲腐的神木 女儿 普陀山啊 就那个周氏普陀 都是带有次号特技的啊 都是有的 那这一波再点 对战方的女儿算 直接空切掉 请三连板 关张方神木也带走 但是没有小手 亏的还是对面 那接下来 对战方就可以 女儿不散了 地府身上有针 手里还有一点灵源 对面大头是有巨剑的啊 所以说对战风 也可以通过巨剑 搞点事情 实在不行 只能这么来了 先放弃 很少也得放一放啊 巨剑可能更稳吗 继续亲孩子 这孩子已经把对面 整得头疼了啊 哼 已经有点头疼 嗯 对战风 这又是小逆境啊 延长出去 卡我 这个逆境又尴尬 这个逆境又尴尬 对战风刚才是 地府卡了一个武龙 卡给了自己的神木 但是呢 神木林刚好被关战风 女儿村当前回合 给封印了 导致了这个武龙 单卡过去 呃 就是直接把封印 给解除了 那并没有变成 催眠的状态 而是直接把神木林的 封印给解了 那这样的话 对战风就逆境失败了 紧随起后 关战风再压 化生死 你已经失败了 啊 以法拒战 无奈 把关战风 神木林压死 也算是 对战风的最后一波吧 啊 如果化生死倒地 这个神木林 呃 倒不倒地 也就没关系了 94 避雷 化生死 倒地 那结束了 结束了 只不过没有神木 清朝慢一些 关战风可以直接换地厅 打针 对面也没法延长 对战风宝宝 这不玩了啊 放弃了 整体的药品量的话 对战风也有点吃不消了啊 除了神木和化生死 其他三个人的药 都已经见底了 对面 放弃了 但是 呃 对战风其实已经放弃了啊 他就是想把关战风 这孩子杀掉 啊 他就不服啊 他就很扫 但他神啊 对面已经认输了啊 但是没有完全认输 有仇不报 非君子 天nik Ricardo 平 blush 尼尾 真不知 尼尾 站立 关照弯向 结束了 结束了 最终这个孩子还是还活着吗 最终这孩子不还活着吗 这就是一个 一个孩子引发的血案 拜拜 这个孩子还在啊 还在